我们现在第三节 第三节事实上我们就是告诉各位 在弹性力学里面 我们一般解问题的时候 会用到的government equation 会用到的government equation 跟所谓那个 边界条件 大家是怎么讲过 弹性力学 本身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 15个基本的equation 纲位规矩 接下来我们现在谈到了 就是小变形的 我们一般的弹性力学里面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15个government equation 然后解15个位置数 6个应变 6个应力 3个位移 一般是这样子 但是真正的 这个最后是告诉 然后边界条件呢 有几类 第一类像我们这边讲的 这种我们现在讲的 第一个边界我们叫做mixed problem 混合式的问题 这个属于哪一类 指的是边界条件 像这个 我们会告诉你 在这个工作件的表面 某一部分 它有位移边界条件 UI等于UIhead 你也有一部分 等于我的 硬力边界条件 Sigma Ni 等于Sigma Ni 等于Sigma Nihead 等于M指的 这就是已知 这也就等于是 这边我们先讲 这个符号 S1 S2 我们说的 S1 下面有讲 S1跟S2的连级 就是等于整个S S1跟S2的交集 等于空集合 这两个合起来 是什么意思 第一段 S1跟S2的连级 是任何一个问题 它的任何边界 你不给它 位移边界条件 就要给它 印尼边界条件 一定要有 第二个 S1跟S2的交集 等于空集合 代表什么呢 你在同一个边界上 你要不然就是 只给印尼边界 要不然只给位移 你不能同时给位移 和边界条件 这就是整个这个意思 例如 最简单的 假定我们现在这个量 这边收一个 第二 很明显 这个面 我们给的是 印尼边界条件 这两个是 Fly Surface 代表什么 也是印尼边界条件 就代表Sigma N 等于零 这个也是印尼边界条件 这个面 就要注意 你可以给印尼边界条件 也可以给位移边界条件 你们在财务学学的是 这边我们给的就是 位移边界条件 位移等于零 旋转角度等于零 那是没错的 这是如果你给是位移 可是当你给了位移边界条件 你不能再规定这边的印尼分布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每一个边界 你都一定要有边界条件 不是印尼边界条件 就是位移边界条件 然后同时 你这边给了位移 就不能给印尼 你这边我也可以给印尼边界条件 举例来讲 如果这边的是P 这长度是L 很明显这边就会有一个简历 P乘上L 那我们只是举例 我们这在第六章第七章会再讲 那我怎么给边界条件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给的是印尼的话 很简单 假设这是X1轴 这是X2轴 那你们看我这个写法 对不对 合不合理 我这个印尼 SIGMA21 就这边的简硬力 这边的简硬力 对面积的积分 就等于 最后代表拖头力 等于负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边你不要忘了 这边的SIGMA21的简硬力 就是朝下 所以我这个总力是朝上 这个就是 如果我在这一点 我没有给位移 而我直接给印尼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反正这边就是 我们一般的Mix Problem 则就是说 我边界上 有位移边界条件 也有印尼边界条件 这是第一点 那我再编这个例子 我们后面会谈很多 只是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 你就是要给他 印尼边界条件 虽然好像这只能给位移 你可以给印尼边界条件 那如果一个题目 没有印尼边界条件 只有位移 我们就说这种题目 叫做位移问题 Displacement 反过来讲 如果这种问题 都只有 印尼边界条件 像我现在这样子写的话 那 这种问题就叫 Traction Problem 这只是我们将来 再讲一个定义 先给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 第二个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观念 跟各位提一下 讲这个 写这个以前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假设 A跟B 都是实数 这个就是属于的意思 A跟B都属于实数 那 如果我说 我要确定 A一定是正数 那 很明显 那我们就会说 AB平方 一定大于零 对 对所有 这个导A 指的是for all 这是数学符号 对所有的B 就是不管B 等于B怎么样 B等于几 真也好 负一 反正我AB平方 一定大于等于零 以及 这个大家是很容易了解 假设AB是属于实数 如果我要说 保证A是大一点 的话A一定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对所有的B 不管B等于几 AB平方 又是大于零 大于等于零 以及 这个值要等于零的情形 只有一个状况 就是B等于零 如果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我们就保证 A大于零 A一定是正实数 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得懂 我会用这个理由来讲原因 是因为 这跟下面这个有关 我们这边讲的是 如果Ai接KL 是一个世界的账量 假定我说 这个Ai接KL 是一个 positive definite tensor 那 它就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这是可以证明的 但我们不证 但它的观念 跟我这黑板写的这个 是一模一样 就是Ai接KL Bi接PKL 一定要大一等于零 以及只有B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才会等于零 这是一个性质 Ai接KL 是个positive definite 事实上的意思是 这个positive definite 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的这个Ai接KL 这个世界账量里面的 任何一个分量 它有81个分量 全部都是正的 就这个意思 全部都是正的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为什么会讲到这一个 因为这跟我们马上讲一个定理有关 我们叫做uniqueness theory 这个theory 是很早由别人证明出来的 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它要证明这个定理 它唯一只有一个假设 就是Ci接KL Ci接KL 一定要属于 通通是正数 那这是没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材料系数里面都是正的 如果Ci接KL 它最主要是 它的要求里面 没有说材料 一定要Homogenes 或者Isotropical 也就是我们这样讲的定理 材料只要是弹性体 下面这个定理都成立 这两个条件不见到存在 它的定理就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所讲的 属于mixed type of problem 答案保证是唯一 如果是属于位移问题 答案也保证是唯一 如果是traction problem 答案不会是唯一 但是它的任何两组答案之间 唯一相差的就是 我的位移场会差钢体位移 因为第三类 traction problem 就要像这样子 我一个外力 我给它就说 我两边拉 我可以在这边拉 我也可以到这边拉 所以答案会不止一个 因为我会有钢体位移 如果第一第二类 因为它有位移边界条件 就好像说 我这边已经固定了 所以它永远不会产生钢体位移 因此第一第二类题目只有一个答案 第三类的题目就是有答案 它的答案也只有在位移场 会差钢体位移 这个证明我们不讲了 这个证明会用到上面这个条件 CI-JK positive difference 我们只告诉 这个定理呢 我们后面 在下一个section 我们谈到能量法的时候 这个定理很容易被证明 可是没有能量法的观念 证明这个定理很多说 但它可以证 我们这边不浪费时间 我们只告诉各位 这个定理重要性 我们就再一次讲 它的重要性就告诉你 如果 它是从这来的 如果你现在解一个边界质问题 这就是你的goblin equation 而你的边界条件 就我们刚刚讲的 位移边界条件 跟印度边界条件 我们保证 你这个goblin equation 解出来的答案 不管这个物体形状是什么 边界条件 只要是属于刚刚那三类 解出来的答案 一定是唯一 只会有一个答案 而这个定理的重要性 有两个 第一个 这是观念问题 第一个 如果你不能保证 这个goblin equation 解出来的答案是唯一 因为这个goblin equation 代表了一个物理现象 你不能保证 它解出来的答案是唯一 那就代表一种边界条件 可能会发生两种物理现象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用 尼克林系列里 在数学上的意义 就是要保证 这个goblin equation 是可以用 这是我们工程上的人 不常讨论 数学上很care的 他们一直都说 你说这些方程式 是描述物理现象 你却不能保证 这个方程式 解出来的答案是唯一 你怎么知道 这方程式一定是对的 如果一个描述物理现象的方程式 解出来的答案 会超过一个以上 那一定是错的 除非是说 像钢体位移这一类 这你们知道 那是合理的 反而一定是错的 一种物理状况 反映的物理现象 就是那样子 你什么样子的外力 它就什么样子的应变 不会产生两种 所以这是这个 唯一系定理的 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一定要有这个定理 我们才会相信 这个公司是真的 而我们告诉各位 这次可以证明 所以这个公司是合理的 还有第二个用途就在 我们讲过 时间到了 再等我两分钟好不好 我马上做个结束 抱歉 对不对 还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因为这方程式不好解 所以我们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用一个 Semi-inverse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比如说 假设我的位移 是等于A1 AX1平方 加上A2 AX2平方 假设这是我的位移 然后我只要确定 我让这个位移满足 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 然后解除A1等一几 A2等一几 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个叫Semi-inverse 一种半可立的方法 我猜一个答案的形式 但是中有些未知数 强迫它挽足我的 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 我就可以得到答案 问题就在这 如果没有这个定理 有这个定理 你就可以说 我有一个答案 都满足 当然这就是我唯一的答案 你就因为这个定理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定理 人家就可以质疑 你是这样子猜得到答案 那你可不可以猜别的 也得到答案 就是说你怎么保证 你这个一定是唯一的答案 你会不会猜别的方式 又得到另外一组答案 也会得到 人家就会质疑 可是因为有这个定理 你就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定理 答案是唯一 我已经找到一个答案了 这就是唯一的答案 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真正我们如果是要用 解析的方程式解弹性力学 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碰到 Government equation 真正的是怎么样子 我们上去 我们一般来讲 对一般弹性力学的问题来说 我们有三组 Government equation 一个是SigmaI接 Comma接 加上BI等于0 第二个呢是SigmaI接 等于C的I接KL AptionKL 第三个是AptionI接 等于1分之1的 UI,J 加U接,I 这我们说的 我们一般简 弹性力学 主要的 就是这15个 Government equation 这边我们只是用的是 C,I接,KL 所以代表是说 我们并没有限制 一定是在等向性材料 或Homogenes 然后配合这个呢 我们会有两组边界条件 第一个是我们说 UI等于UI Head 在这个S1的平面 然后呢 SigmaNi 等于SigmaNi Head 是在S2平面 也就等于说 我们一个题目上面 可能会有位移边界条件 可能会有那个 Traction的边界条件 但是再提醒各位一次 这个SY跟S2的连级 是等于全部 也就等于说 任何一个弹性体的边界 你不给它位移边界条件 也就要给Traction边界条件 至少要有一个这种边界条件 但是这两个的呢 这个就代表他们的表面积 这两个的交集呢 却是等于空集合 也就等于说 在任何一个边界上面 你只能有位移边界条件 或只能够有Traction边界条件 不能够两个都给 原因就是 因为Sigma跟U是有关联的 你已经告诉人家 这个边界U是等于什么 那它的 因为这个位移所导致的应力 会自然出现 你不能够再额外给 否则可能 非常可能是错的 反过来讲 你已经知道这个边界上面 应力是多少 那它所导致的位移 也是固定的了 自然而然的就算出来 你也不能够另外再给 如果两种边界条件都有 我们就说它是混合式的题目 如果只有位移边界条件 我们在这个课就把它定义 叫位移问题 如果只有Traction边界条件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是Traction的问题 Traction problem 那我们这上次讲 本身呢 这个是我们上次 上次跟各位说过的 OK 然后我们有跟各位定义 什么样子的世界 Traction我们叫做 Positive Definite 这个只是一个数学上 比较严谨的一种说法 基本上CiJK 就是Positive Definite 那我们在上次上课 最后跟各位很快地介绍一个 所谓的唯一性定义 Uniqueness Theory 我们今天上次讲得很急 我们就让各位仔细说一下 所谓的Uniqueness Theory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 Elastic Tensor CiJK 是Positive Definite 意思说这里面的系数都是正的 那是事实 那 针对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针对这个Government 对任何形状的弹性体 针对这样子的Government 还有这样子的边界条件 我不管边界条件是什么 这个UIHead SimalHead等于什么 对任何弹性体 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解出来答案一定是唯一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唯一解 如果是Displacement Problem 也是唯一解 如果是Traction Problem 答案就不会唯一 可是它的答案相差呢 也只为差在 钢体位移 因为这个可以想得到 如果是Traction Problem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工作件 比如说我这两端受力 剩下地方都不受力 但是我没有任何位移边界条件 因为只有位移边界条件 才会固定这个物体 我没有位移边界条件 我这物体不会固定 不会固定的话 就很多东西 我在这边拉影一样 这边拉影一样 所以我的位移就不会唯一 但是相差的是钢体位移 你扣掉钢体位移 答案还是唯一 这个就是所谓的唯一心定理 那我们这个 我们先告诉各位 这是可以证明的 就是我们可以证明 这样子的Government Equation 配这类的边界条件 不管这个等号右边等于什么 物体是什么形状 答案永远是唯一 只有一组答案 只有一组应力 应变跟位移 这个是可以证明 这个数量可以证明 那我不在这边讲 因为这个证明 对我们证明课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定理代表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证明 为什么要 数学上为什么要证明这个定理 两个目的 第一个 我们谈到的是实际的工程问题 每一个边界条件 不同的边界条件 代表了某种物理现象 那你物理现象 在任何一个工作件 受到某种外力 它出的反应 本来就应该是唯一 你不能说一个工作件 受到同样的一种外力 然后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反应 那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证明 这个方程式的答案是唯一 那就代表 你说这个方程式 描述的是一个物理现象 可是你不能够证明 这个方程式的解释唯一的话 那就代表我刚刚讲的 同一个工作件 受到同样的外力 会产生两种反应 那是不合理 所以你不能证明 这个方程式唯一 你就不能说这个方程式 来描述这些物理现象的 因此有数学家就证明了 这个方程式的解释唯一 那才能证明说 这个方程式 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弹性 弹性力学 就是弹性变形的物理现象 这是这个定理的 要证明这个定理的 第一个原因 uniquant theory 这是观念问题 所以证明不重要 观念比较重要 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等一下在第六章 你们就会看到 一般解 我们说过 解这个弹性力学问题 我们实际上三种方法 第一种实验 现在很多人在做的 第二种是用电脑 类似有限元素法 也有很多人在用的 第三种 就是真正用数学来解 Govular equation 直接用笔来解 所谓解析的方法 这个是早期大部分人都在用 因为早期实验设备不完整 电脑更没有 所以大家早期的 都是只有这唯一的方法 那这现在就来了 如果你是要用笔解的话 第一点 你们也看得出来 这一组方程式 加这种边界条件 我举个例来讲 如果我现在要解个问题 很单纯 就我这只手压在这个板上 这就是弹性力学问题 我们告诉你 你告诉我这个板子的受力 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 这个边界条件就很可怕 因为我这个手不是规则的形状 不是规则的形状 所以 这个等号右边的边界条件 就是这个S2的范围是很复杂的 你们大学都解 你们在公书上都解过PDE 当你们解PDE的时候 你们回顾一下 你们的边界通常不是长方形 就是圆形 那就已经够不好解的了 那是像一个奇奇怪怪的形状 更难 你不能限制你要解的物体是什么 所以一般来讲 解这种 要用笔解这一类问题 通常不是很容易 尤其是直接解 解偏微分 所以我们在固体力学上 有一种解法 我们叫做Semi-Inverse 半可力 Inverse是一种可力 所谓的Inverse 一般来讲 我们在工程上 现在有一种理论叫Inverse Engineering 立项工程 它的意思就是 所谓的立项就是反过来 就是我知道答案 然后来换反推题目 我先得到一组答案 然后决定这种答案 对应的是什么题目 那最后结论 尤其是有那个性 就是说 这一题对的就是这个答案 那就叫做可力的方法 那半可力的是什么呢 我先给一半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解释 我可以先假设U1 等于AX1平方 加上BX2平方 我怎么假设这个形式 我们后面第二章会有立体说明 会有点原因的 你不能乱假设 乱假设一定是错 乱假设一定是错 OK 当我们假设完了以后 我们然后呢 就把这个结果 这里面A跟B是位置数 然后假设完以后 我们就把A跟B 把这整个U 带入这些方程式跟边界条件 强迫它满足 看可不可以在这个假设之下 它都满足这些 然后解除A跟B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A跟B 那你就得到了答案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有点用半猜的 人家就会问你 好啊 你是这样子假设得答案 那你可不可以假设成这个样子 会不会也会有答案 就是说你有你的假设 别人也可以提出他的假设 那这个会不会是答案 那你这个问题就回答不完了 可是因为有这个 有Ninconist theory 我们可以讲 我这个是我的假设 可是我这个假设呢 我发现 它可以满足Government equation 可以满足边界条件 所以这个是答案 由于有Ninconist theory 这个就是唯一的答案 因此这个一定是错 因为这个是对的了 代表这个一定是错 我连试都不要试 这个是有Ninconist theory 要有这个定理的第二个主要目的 它可以帮助你 用Semi-inverse方法的时候 你会信任你的答案 你会信任你的答案 OK 好 这个是我们这边 根据讲 那这个的定理证明 我们等下在下一个section 五字式section 谈到最小能量方法的时候呢 也可以证明这个定理 那就很简单 如果你不用能量的观念 直接要从这个公式来证这个定理 证明这个是答案是uniqueness 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就要不在这边浪费时间了 热门跟各位讲 我在讲 这是我们会提到这个定理 主要目的是在这 只让各位将来 万一你们用的是解析方法 用的Semi-inverse的话 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要再猜别的 反正我已经找到了 我们本身呢 已经找到了答案 所以我们讲的 证明我们就忽略了 OK好 那证明 这就说我们一般来讲 现在我们给各位看 一般来说 这是我的government equation 四个方程式解十五个位之处 但是我们真正做的时候 我们很少这样子干 我们很少会直接从这十五个找手 我们会想办法做简化 那我们这一章 这一节最主要目的 可各位提供两种简化的government equation 第一类就是我假设 我只要先解胃移 愿年飙望了 如果我先解胃移 我胃移解出来了 从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应变 从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应力 所以通常 在解固体力学问题中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从胃移找手 你做出了胃移 剩下的应变跟应力 你就只是直接带进去算而已 那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我要解一个弹性力学问题 假定我只要解胃移的话 这个就是我的government equation 上面这个我们叫做 胃移平衡方程式 下面这两个 一个就是原来的胃移边界条件 另外一个是我把应力边界条件 traction boundary condition 转换成也是 因为我要只解胃移 我的方程式 跟我的boundary condition 只能出现胃移 这是一个 那你们会说 本来有三个 为什么只简化成一个 而且这个我们叫平衡方程式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已经知道胃移的话 首先第一点 你已经知道胃移的话 你的应变是自然会求得的 所以没有任何疑问了 所以这个方程式 有没有已经不重要 因为它反正你还要 用这个方程找到应变 你已经知道应变 利用这个你就得到应力 可是你必须要保证 你的胃移所产生的应力 一定要满足这个平衡方程式 所以平衡方程式成了 剩下唯一的government equation 而且各位等一下可以看 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荧幕上的第一次 就是这三次合在一起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 把这三次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第一次 而这个呢 最大好处就是 你的government equation 不是15个了 你的government equation 已经就不是 基本上来讲 不是15个 已经简化 而且你只要解位移 三个平衡方程式 解三个位置数 有万有图有数例 再强调一下 如果我们材料 是isotropical 以及homogeneous 同时满足这两个性质的话 我上面的方程式 可以简化成下面这个样子 是isotropical 很明显 我的CiJKL 就有特殊的形式 你们可以了解 我为什么 这边要强调homogeneous 这边讲homogeneous 意思代表了 我的CiJKL 它是constant 就说它的材料性质 不是x1 x2 x2 x3的函数 所以 像我们这边上面讲的 CiJKL xKL 在微分的时候 我可以把CiJKL 直接提出来 它不要微分 因为我材料是homogeneous 如果材料是nonhomogeneous的话 你不要忘了 CiJKL 就代表材料上 各点的材料性质不一样 那那个微分就很讨厌 所以如果材料是 isotropical homogeneous 好消析的是 大部分的材料 都属于这一类 除了复合材料以外 所以是hazos homogeneous的话 它可以简化成这个形式 第一个是gavionic 下面两个是 帮助你的condition 好 那我们先看看 第一组 这个怎么来的 第一组 这是怎么来的 它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原案的题目是这个 这三个方程式 这两个位置数 然后呢 我们现在知道 我先把 第二 sigmaIJ等于CiJKL 跟εKL等于 1uIJKL 合并在一起 我们得到这个式子 sigmaIJ等于CiJKL 乘上εKL 而εKL就是等于 1uKL 加上ul,k 我们指的是小变形 在弹性范围 然后 我在这个式 这边再加一个 二分之一的ul,k 以及减一个 二分之一的ul,k 加一个减一个是一样 那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里面呢 我们这个式子 一个是UKCM 那这样子下去 我们会发现 第一组 是一个对称的 第二组 是反对称的 我们又知道 CiJKL的 是对K和L 是对称 所以对称层上 反对称会消掉 因此最后就只剩下 这一个式子 因此 我们得到了 SigmaIJ 等于CiJKL 乘上UK,L 这个事实上就是 在弹性力学里面 位移跟应力的关系 我们直接就可以 把应力 用位移来取代 把应力用位移来取代 也就是 你知道了位移的话 直接可以算应力 不要再透过应变 OK 这个告诉你 你知道位移 你就可以直接算应力 不要再透过应变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进第一式 就得到这边的第一式 把那个式子 带进最后这个边界 印尼边界条件 就得到了上面这个 就是这么简单来的 我们只会是把印尼 换成位移 好 下面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是 Isotropic Homogenesis 这个怎么来 也很单纯 如果是 Isotropic Homogenesis Material 我们就直接把CiJKL 用Isotropic的 那个CiJKL带进去 一路化 就会得到这个 然后再把这边 也是一样 再把这个结果 带进去 第一个 带进我的平衡方程式 就得到我们刚要的 带进我的 印尼边界条件 就得到这个 OK 当然 因此这个证明很单纯了 我不在那边多说了 很直觉 当然 我们刚刚用的是 Mixed Problem 如果说是位移问题 或者是印尼问题 也是一样 只是这两个边界条件 少一个而已 但是各位要注意到的就是 也就是说 如果哪天 你们真的是要用笔 来解弹性力学问题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 看你们的指导师 有的问题 可以用解析解方式来解 你们只要记得 不要去搞这15个方程式 用笔解的 大部分 都是属于Isotropical Homogenesis 从这儿找手 解的是这个方程式 而不是这15个 直接解这一个 这才的各位要记得 如果 再反过来讲 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给了你们一个问题 我给的都是位移边界条件 我要你们写出相对应的方程式 Government Equation 唯一你们要做的 就是找到讲义上 把这一行抄下来 或者是把上面这一行抄下来 就完了 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给你们一个题目 全是位移的边界条件 我们说这个题目的 Government Equation 是什么 就是荧幕上的这一行 抄下来就完了 刚刚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是以位移为主 反过来讲 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方程直接简化 直接 解印力 直接解印力 可是解印力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条件 特殊状况 如果你要止解印力 只有一个条件 不能有位移边界条件 你要把位移边界条件 转化成印力边界条件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要把印力 直接化成位移 Function of位移 刚刚看了很简单 你要把位移 变成印力的函数 相当困难 原因是 这个是微分的关系 这个是积分的关系 所以我马上可以找到一个 Close Form 说是 印力 Sigma 等于CiJK UK,L 可是 你要说 U 是等于什么样子的 印力组合 是扯到积分 你没办法找到 Close Form 你得到是一个积分式子 那很麻烦 所以 如果你的题目 是有位移边界条件的话 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转化成为 你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直解印力 但我们再 这个各位抄一下 我们上期有提到 但是我可以把 很多时候 我可以把 位移边界条件 看状况 有的时候 我可以把位移边界条件 转化成为印力 我们上次给各位 举过一个例子 像这样子 这边是印力边界条件 很明显 这边 Fly Surface 也是印力边界条件 也是印力边界条件 我们讲过 这边就代表 Sigma Ni等于0 这边呢 我们在调理下 习惯的就是 位移边界条件 不能移动 也不能旋转 但是 我也可以把这边 转化成为 位移边界条件 因为假定这个是P 这个长度是L 那就代表了 这边有一个 朝上的解力 PL 其他的力量都等于0 如果这是我的X1轴 这是我的X2轴 那很明显 这边代表什么呢 Sigma 21 也就是这边的减硬力 对面积的微分 应该等于负的PL 记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负 因为在这边来讲 真正的Sigma 21 是向下为正 然后 正应力等于0 那我就把位移边界条件 转化成为 应力边界条件 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等一下 要讲这就有用 它就变成了 纯粹的 应力问题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 位移边界条件 都可以转化成为 应力的 看状况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等一下我们要讲 不是只有真正的 应力问题 就是完全没有 位移边界条件的 你才能用到这一个 如果它有位移边界条件 你可以转化成 应力边界条件 你还可以用 下面这个式子 其中呢 这个式子里面的 KiJKL 就是CiJKL的导数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Compilence Tensor 这就是K 那如果你要真正解 应力的话 就我们看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满足 平衡方程式 那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怎么来的 第二个你们看 我们叫做 应力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很复杂看起来 我们前面第二章 学过应变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一章 这一节 我们给各位介绍 一个应力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为什么要满足 第二个方程式 原因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正解除 应力 它满足了 第一个方程式了 但是你会从应力 求到应变 可是我们在第二章 讲过 我求应变以后 我要应变得到 我的位移 我位置 因为我有六个应变 我却只有三个位移 所以如果我要保证 我的位移是唯一的话 我那六个应变分量 就必须要满足一个 Compatibility Equation 它们之间是相关的 那反过来讲 我现在只从这个方程式 求出应力的话 我不 那它一定可以 换算成应变 可是那我一定要保证 这个方程式 求出来应变 换算成应变以后 换算成应变以后 也要满足 Compatibility Equation 那我才能肯定 这样子的应变 算出来的位移 才会为一 所以因此 你要解应力的话 你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有两个 一个叫平衡方程式 一个叫Compatibility Equation 谢谢 一个叫Compatibility Equation 那第三个边界条件 就是正常的 Trication 包括Condition 好 这个提醒各位 继续讲下去也是一样 如果我给了你们一个问题 举例来说 我就给你们一个 这样子的问题 我要你们写出 这四个边的 应力边界条件 那这三个没问题 第四个边 就是历史这样的写法 我如果同时问你们 这个题目的 Compatibility Equation 是什么 记得有两个 一个叫平衡方程式 一个叫Compatibility Compatibility Equation 我以前考过这个问题 几乎每个同学 都忘掉第二个 永远记得 你要解应力的话 你会有两组方程式 一个是 你马上想得到的 平衡方程式 第二个 一定要有这个 应力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个不要漏掉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才知道是 我们经历史等向性的话 它可以简化成这样子 其实这没有什么简化 这个看起来也蛮啰嗦的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了 Bertrini Micro 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个就是 Homogeneous Tropical material的话 我们一般用的是这个 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太可怕 最后我们可以告诉 这还可以再简化 还可以再简化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组方程式怎么来的 这一组 还是一样 这是我原来的 三个方程式 三个方程式 再加一个边界条件 然后呢 很明显 这两个 这个跟前面的一比 我的平衡方程式 跟我的边界条件 就自然是存在了 所以我们只剩下这两个 那这两个合起来 我们讲的 我们主要考证 就是Compatibility Equation 那下面各位看到了 中间这三项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多少 五六七 这个是从第二张拷贝来的 这就是我们当初 给各位讲的 应变的平衡方程式 这是最原始的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它合起来 IJKL有81个组合 但这81个有很多是0等于0 所以真正可以简化到 只剩六个 那六个就Compatibility Equation 但是我们在第二章 也跟各位讲过 Compatibility Equation 也可以把形式看起来简化 可以简化到这个或这个 这两种都是 你把这个的都展开来 最后还是会变成 同样的六个 只是形式看起来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一点 记得像第七次 前面的Epsilon 如果三个下标 就不是应变了 它代表的是 Alternative Symbol 所以像第七次这一类的 不要搞混 那我们只不过是 我们刚刚讲的 硬力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式子 带到第七次 就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也就是 我们这边的 硬力Compatibility Equation 也是直接带进来 只是看起来很啰嗦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简单地跟各位介绍一下 如果是在 Eso-Tropical Homogenesis Material 的话 会怎么样子 如果是 Eso-Tropical Homogenesis Material 我的应变跟应变的关系 是这一个 这我们在第四章谈过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带到前面 不是第七次 带到第六次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跟前面的 这个式子还是不太一样 但我们继续 我们把应变 等向性材料的时候 应变的关系式 带到上面的第六次 会得到这个结果 好 然后 我们把应变平衡方程式 也带进来 就像我们这边 你们看到的 应变平衡方程式 告诉我们 比如说 我说Sigmaik K 加上bi 等于0 这是我们知道 应变平衡方程式 那么可以写成 Sigmaik K 等于负的 bi 然后我再对 j为分一次 Sigmaik K J 等于bi 负的bi J 就是你们这边 所看到的第一个 那我反观也可以得到 Sigma J K J K K I 等于负的 B J K I 得到这两个 为什么要这两项 你们仔细看 因为我前面 下面这个方针 是有这两项 所以我这样可以把 那个866 用四个码来代替 我就直接把 印尼平衡方程 带过来 这是一个 然后 我们先把这两个 带到前面 这个式子 划减一下 会得到下面这个的结果 会得到下面的这个结果 而这个的结果里面 你们仔细看 我等号左边 也就是这个第11式的等号左边 在这个方程是也会出现 因此 这你们大家知道一下 我让各位知道怎么来的 我把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带到前面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这边说 把第9式 第11式跟第14式 再带回第9式 再带一次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式子 这我就不细带了 这很容易 带进去就发现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 这个completability equation 我还可以再简化一下 我这个再简化 就是让它下面 某些下标是相等 这是张亮的特性 就会变成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 我的completability equation 原来 你们先看 原来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Sigma IiK 这个有9项 这个 这个completability 如果你是把它 展开来 也是一样 那这边呢 我们是变成了 这边 变成只是一项 可是你不要忘了 它有IiK 所以这个合起来 等号右边 是9个项相加 但等号左边 你们注意到 它是body force 它本身有body force的偏微分 如果你body force 一般我们body force 是constant 所以通常等号左边 是等于0 通常等号左边 是等于0 这个其实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 这也是我们在 等向性材料里面 真正常常会用到的 completability equation 你写这个也可以 但就是要记得 如果 我是要你们 直解硬力问题的话 government equation 就是平衡方程式 加上这个 completability equation 一定是有两个 大家千万不要忘 因为你们现在 大部分研究 都是以实验 论电脑为主 对这些就比较陌生 但还是要记得 如果你要动手解的话 你的government equation 应该是属于什么形式 我强调 我们这门课 主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观念 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一个section 我再讲 这个section 最主要目的 就只有三样 一个是 uniqueness theory的 目的在哪里 第二个 如果你要直解位移 什么是你的government equation 如果你只要解硬力 什么是你的government equation 这是这一个的重点 这个 设计 是的 磅